这是我见过最禽兽的继父 半夜她趁女孩熟睡后 悄悄溜进女孩房间 母亲站在门外手足无措 犹豫过后她选择捂住了耳朵 只因为他们要依靠男人生活 女孩名叫阿玉 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母亲为了养活她 嫁给了文具店的老板 眼看着阿玉一天比一天漂亮 继父看她的眼神也越来越奇怪 母亲察觉到了不对 却不敢开口阻止 甚至在事后劝阿玉想开点 阿玉一听彻底绝望 从那以后她变得异常敏感 弟弟只是敲响了房间的门 她就紧张兮兮地举起武器 第二天她上课写日记 被老师发现后 让班长把她的日记拿上来 争执中阿玉感受到威胁 就举起钢笔对准了班长 老师觉得她是个问题少女 就喊来了她的母亲 阿玉想要摆脱这种生活 于是她收拾了衣服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文具店 临走是还给父母留下封信 让他们不要报警找她 不然就把自己的遭遇说出去 继父看完愤怒地撕掉了信 却真的不敢找她 为了生存阿玉当起了啤酒妹 天天和警察斗智斗勇 他们倒卖二手物品 换取微薄的生活费 晚上在公共厕所洗完澡后 就去24小时快餐店睡觉 他们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却又暗自欣喜逃离魔窟 阿玉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安静 她总是把自己的心事写在日记里 这天她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 她会花费一整晚时间钓鱼 临走时却又把鱼全部放生 阿玉对她充满好奇 于是每晚都来观察她 这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 阿玉匆忙找地方避雨 日记本却不小心掉在了江边 钓鱼的男人捡到了她 两人之间的故事从此开始了 虽然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巨大 却有很多共同话题 阿玉经常会陪着她钓鱼 大强也会给她带本书 两人就这样成了忘年交 这天大强带来本英文书 阿玉翻了几页说看不懂 大强建议她多少读个大学 阿玉说像自己这种人 是没有钱去学校读书的 送走大强后 阿玉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看着街道边士荒的老太太 阿玉开始恐慌起来 于是她找上了大强 和大强做了一笔交易 只要大强愿意资助她读书 她就任凭大强处置 这是女孩第一次这么大胆 这举动闹痛的大强红了脸 她没有拒绝女孩 半推半就接受了交易 随后她也信守承诺 给阿玉安排了最好的学校 看着阿玉充满希望的眼神 大强也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阿玉非常珍惜上学的机会 凭借耀眼瞩目的成绩 和一张精致无瑕的脸 她引了富家公子阿明的追求 但阿玉一心只有大强 她觉得只有大强 才是最懂自己的那个人 大强会带她吃戏餐 教她怎么看英文菜单 也会在她作文得了第一名诗 送给她一支好用的钢笔 而且每次做完核酸离开时 悄悄留下每个月的房租钱 然而因为大强身份特殊 他们关系一直不敢公开 看着电视上的大强 阿玉的心里五味杂陈 她知道自己不该奢求太多 但她却一天比一天焦躁 她开始使用各种小手段 来试探大强对自己的心意 她知道大强不愿意公开 所以她退而求其次 邀请大强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然而她还没等来大强 却等来了追求自己的阿明 坐在车里的大强看着这一幕 气得眼睛都红了 随后她开车离开了学校 阿玉一直等到天黑 可是始终没有等来大强 于是她去了大强的工作单位 大强赶紧把她拉上车 带着她远离了单位 两人在车上爆发了巨大的争吵 大强希望她能懂点事 不要给自己添加无味的麻烦 但阿玉说自己只是想要张合影 大强沉默了 她说自己做不到 阿玉一气之下扭头就走 几天后大强来找她道歉 阿玉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 生活上的变故 让大强的脾气极度暴躁 但阿玉也觉得委屈 她看着电视上的大强侃侃而谈 却一连几天时间 都不记得给自己通个电话 所以她的脾气也上来了 两人又一次吵了起来 这一巴掌把阿玉打愣了 随后她提出结束这段关系 大强看了她一会儿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拿出大强送自己的钢笔 想扔掉却怎么也舍不得 她在墙上写满了大强的名字 开始夜夜在家里买醉 每次都是阿明把她安顿好 却不肯占她兵点便宜 这天大强找到阿玉 她说自己提前退休了 阿玉看着她虚弱的样子 就说要请她吃顿饭 大强说自己干爱晚期没救了 阿玉一听眼泪就掉了下来 大强说希望自己死后 阿玉不要参加自己的葬礼 她说阿玉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能因为这是把自己毁了 但阿玉没有信守承诺 她以朋友的身份 因为小时候的遭遇 她专门揭露个行业的黑幕 为无辜受累的底层百姓发声 这天她卧底到酒吧内部 冒着危险拍下了官商勾结的证据 随后连夜写成稿子交给老板 然而报纸上却没有她的文章 原来是老板收了好处 把文章和视频直接销毁了 阿玉劝她不要太较真 但阿玉说自己做记者的初衷 就是为市民办事 于是她连夜买了去泰国的机票 准备去散散心冷静一下 虽然说是出国休假 但她还是时刻搜集新闻素材 她徘徊在各个娱乐场所 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 这天她在酒吧看到个小女孩 看着小花稚嫩的面孔 她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于是她买下小花一碗的自由 把她带回了自己住的酒店 说只要小花讲出自己的经历 就会给她一笔丰厚的报酬 听完小花的讲述 她非常心疼小花的遭遇 她顾小花做向导 带她游玩泰国的景区 这天小花带她去寺庙 观看了当地独特的葬礼 这葬礼勾起了阿玉的回忆 她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 却被给她送早餐的小花发现 及时把她送去了医院 阿玉做了个很长的梦 她梦到大强出现在自己葬礼上 温柔地对着棺材里的自己笑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 小花正守在自己身边 她说小花年纪还小 不应该在这地方堕落 于是她拿出全部身家 帮小花赎了身 因为小花今年才14岁 所以阿玉把她送到了福利院 然而她刚回国 继父就来公司找到了她 说她的母亲生命垂危 阿玉来到母亲病床前 听着母亲对她的忏悔和道歉 那些曾经她觉得不能原谅的事 这一刻她终于释怀了 回到报社以后 她写了一份言辞犀利的稿子 把服务业的黑幕公布了出来 在接连失去爱人和亲人以后 工作就变成了她的全部 因为只有这份工作 能为那些受到欺辱的女孩发生 也能让这世界上少一些 自己曾经遭遇过的不幸